大家都知道导游这个职业 他们为游客介绍景点 帮助安排吃住行 方便游客旅行 但是你知道 伴游这个职业吗 近些年 网上出现了不少声称 专门经营伴游服务的女性 她们看上去 像是提供高端的 一对一的旅游陪伴服务 但调查发现 伴游这个好听的女性 在猫眼的名字下面 其实隐藏着不可告人的交易 既然有暗藏猫腻的项目 猫眼频道自然是不能放过 本期影片 猫眼就被大家揭开 新式伴游的行业内幕 大家好 欢迎来到猫眼观察室 在这里 猫眼收据了天下 最新的奇闻趋势 带您进入 闻所未闻的奇异世界 点赞订阅加小铃铛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前不久 一起诱导未成年人案被宣判 38岁的被告爱达 原先也是一名新加坡模特 和陪友女郎 后来 千年的媳妇 敖成婆 凭借自己的圈内的人脉 和资源 便立起门户 成立了自己的模特与伴游公司 如果说到这儿 这个故事还算励志 可万万没想到 爱达的公司 却经营着 盈盈狗狗的行当 自己也是一名 披着创业女强人的妈妈嗓 她利用网络销售平台 大批量招募模特 招募来的姑娘都被告知 她们的工作范围 不仅要赔玩 赔吃 还要赔睡 虽说是光鲜亮丽的都市利人 背后却干着三赔的工作 一些姑娘为了赚快钱 也默许了这个岗位的要求 在经营公司的三四年间 爱达每个月都为员工 安排两次赔税的工作 每次收费 在1300新元 到1500新元之间 会从中间抽取40%的费用 以此 她先后也大概赚了三万新元 要说嘛 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也正是这些给她赚钱的姑娘 最终把她推向了法王 2019年4月 一位自称19岁的女学生 来应聘当模特 爱达找本宣客 交代了公司的不正规服务 女学生为了赚钱 也就答应了下来 在这位女学生 在入职的两个月后 便持证上岗 先是以1300新元的收费 向一名47岁男子提供服务后 又向另一名45岁男子提供服务 收费大概1000新元 2019年11月 警方在接到举报电话之后 端掉了爱达的黑窝点 而她和这位女学生的对话 也成为她的呈堂证供 令爱达没想到的是 这位女学生谎报了年龄 真是年龄 仅16岁 还是未成年呢 她所面对的罪行的最高刑法 是监禁长达五年 罚款高达一万元 或两者坚实 最终 爱达因触犯父女宣章下的两项指控 被判监禁五个月 罚款920新元 当然 像爱达一样打擦边球 挂羊头卖狗肉的机构 还有很多 一些年轻的女生 想要赚快钱 便随波主流 沦为欲望的奴隶 在新加坡 还有很多外国人 是被骗到当地 从事卖身工作 有很多中国女孩 被黑中介骗到新加坡 说办理学生证留学 而实际是骗她们来做黑工 也有一些有才艺的女生 听信中介的话 花6万块钱 办理了新加坡的歌星证 来到新加坡 想想这里高额的生活之初 再想想家中年迈的父母 自己现在 就是连回国的机票钱都没有 于是很多人 都干起了皮肉生意 混迹各种KTV 穿着短的不能再短的裙子 低的不能再低的上衣 陪客人喝酒 为了赚取客人的小费 在新加坡的密陀路 石龙岗路 美之路 还有红灯区 牙龙路 这样的故事屡见不鲜 和爱达的公司模特一样 他们也会赔睡 和恩客到附近收费低廉的 终点酒店过夜 男人得到他们寻求的快感 女孩得到所需的金钱 因为有这样的市场需求 新加坡的非法场所 总是层出不求 在如此发达的社会 还有更多的女性 论为金钱的努力 想想 这难道不是一种讽刺和可悲吗 这个世界上 云对侠 夜对花 装备配外挂 手机配板鸭 既然有陪游女 自然少不了 也有陪游男 而且 不要以为 陪游男 只是陪游产业中 一个毫不起眼的陪衬 实际上 这男的 比女的价格还要贵呢 自从泰国网红美女 神秘猝死的新闻 在泰国闹得沸沸扬扬 中德路人 因此了解了 泰国色情行业的 另一种模式 N 也就是中国所说的 商务培游 许多人都觉得 女性出租自己 投身以培游 为外包装的风俗业 实际上 早已不是什么 值得大惊小怪的新闻 泰国人 虽然也是这样想的 因此 对网上三位女 开始深美疲敖的 泰国媒体和公众 开始将目光 投向另一个 更为奇异而神秘的群体 陪游男士 在中国 这类人可以被称为 男公官 陪游男 或者在更苛刻的语境中 被更直白地称为 牛郎或鸭 很多人在不了解 这个群体之前 都误以为 这是一个比陪游女郎 要更为边缘而廉价的群体 只能在以女性 为绝对主力的 特殊服务行业当中 承接一些 非主流的 小众的业务 在行业的边缘 挣扎求存 而实际上 因为某种不言自明的 特殊原因 陪游男士的价码 反而比女人更高 此前 一名泰式商务陪游行业的 男性从业者 钢弹 接受了电视台节目采访 面对主持人的采访 遮住真容的钢弹 在镜头前侃侃而谈 揭开了这一行业 神秘的面纱 钢弹表示 他从事这个行业 已经三年了 自己是本科毕业 入行之前的职业 令人惊讶 他竟然当过近十年老师 之所以进入这一行 他坦诚说 也是因为钱 他透露 男性从业者 与女性接活的流程 工作的内容 基本上是一样的 即便是男人 无非也就是 在网上接单 陪人吃饭 聊天 玩乐 参加派对 以及陪人喝酒 与客户肢体接触 甚至提供特殊服务 与大家想象的不同 男公关的主要客户 并非寄谋的女子 而是需要应付 大量的男性客户 众所周知 男童群体 由于特殊的生理原因 比常人更容易感染HIV 因此 在与男性客户相处时 风险更大 即便不发生行为 某些亲密的肢体接触 也可能会让陪游男子 又患上艾滋病的风险 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 行业内部 男性伴游人员的开架 往往比女性还要高上一截 女性陪游 通常都1500泰铢起步 而男性陪游 通常三四个小时 就能赚到3000泰铢 刚担自己一个月 能赚到20万泰铢 相比当老师 收入上升了10倍 且工作轻松自由 他对记者说 对于男性陪游者 顾客往往更加挑剔 尤其是男性客户 如果发现真人与照片不一致 往往会当场翻脸 给个预议费和车费 就打发男朋友打到回府 提及行业的发展态势时 刚担表示 这个行业三年前还挺好做 但是最近的生意 却越来越难做 难做的原因 并非经济下滑 客户的需求萎缩 而是大量的青年男性 涌入这一行业 让行业内部的竞争 变得越来越激烈 三年来 太过无数年轻帅气的男子 加入这一行当中 他遇到过最小的陪游男 居然只有15岁 与陪游女圈子一样 歌手 演员 网红 运动健身教练 也是这个行业金字塔顶端的佼佼者 他也在圈内遇到过名人 不过多半是一些不怎么出名的小鲜肉 而陪游男也和女性服务者类似 越是鲜嫩 越是值钱 刚入这一行的男子 会被当成比较纯洁的新鲜活 他们的价格 比起普通人 会稍微高一些 至于工作中 是否包含特殊服务 又是否会遇上危险 对于这个问题 钢丹没有正面回答 他只是对记者说 他有时可能会遇到一些 要求发生关系的顾客 也会遇到要求吃药的聚会 甚至于 即便作为男性 他也曾被人下过药 那么答案 自然是不言而喻了 千百年来 女性从事所谓 有偿陪伴的各种行业 虽然未必受到多少尊重 但多少 也能收获到一些同情的谅解 因为根据某些 我们所难以彻底理解的女权理论 女性对自我的出售与转让 是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剥削 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 摸取生存资源的一种 极端策略和非常手段 你未必要去支持 却也没必要去鄙视 因为人类历史上 帝王与夫君 对于女性的塑造与安排 很多时候 也不比商务伴有的女子们 要高中到哪里去 但是 作为一个男人 贸易真的很难接受 一个男人 用同样的方式去生存 好了 本期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 你怎么看呢 大家还知道哪些 类似的行业内幕 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分享 最后 再求一波点赞和订阅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千万别忘了 按下小铃铛 这样才不会错过 接下来的精彩影片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